女娲捕片 自从共工撞倒了布州山 整个人间都落入了灾难 大火蔓延不息 洪水泛滥成灾 凶猛的野兽攻击起了人类 飞擒也抓走了老人和孩子 天上的窟窿黑洞洞的 从里面飞出来的黑龙 扑向了人类的村庄和城市 用它的獠牙撕扯着所有能见到的活物 女娲看见自己创造的人类 受到这样的苦难 心疼不已 为了让人们再次回到平静的生活 女娲决定修谷坍塌的天空 她挑选了各种颜色的石头 架起了火堆 用久久八十一天将它们融化成江 接着她飞升上天 用炼旧的石浆 一点一点修补好了天 女娲为了抵挡汹涌的洪水 用大量卤草烧成的灰 堆积起来做成了大坝 为了不让天再塌下来 她找到了七身深海中 一只名叫熬的菊龟 砍断了她的四条土 并用它们再次撑起了天 她又杀死了残忍暴虐的黑龙 揪下了差点被吃掉的人们 天空被修好了 天地之间的柱子重新树立了起来 洪水也退去了 大地上恢复了平静 凶猛的鸟兽都死了 人类活了下来 女娲引导梳理了 因为灾难而变得混乱的阴气和阳气 让它们回到了稳定的状态 四季也随之恢复了 人们又再次过上了安乐的生活 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 还是留下了痕迹 从此 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 所以太阳 月亮和重新城 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 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 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虽然女娲拯救了大地和人类 但是她却没有炫耀她的功绩 而是悄悄地隐居了起来 人们为了纪念她 在各地都建造了女娲庙 来感谢她对人类的付出 神州大地恢复了平静 而神与人的故事 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